星星有的KING 我今天請來Winky 黎美妍小姐 Hello 大家好 她令我很羨慕 剛剛跳完舞來 臉的妝完全保持得很好 其實很少化妝 都是的 我可以研究化妝 這期的妝不在臉上 而是在背部 你又留意我的緝照 我又留意你的緝照 最近你很厲害 半裸露出背部 有一位男性採繪師在你背部畫公仔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入行七年之養 所以你自己製作新歌 作曲填詞 監製MV 想到的想法 首先脫一件衣服 人體採繪 人體採繪 很害怕 很尷尬 我想我以前會比較尷尬 但可能人開始慢慢戴 因為我接受藝術的程度 因為我本身有畫畫 我都知道人體採繪 其實是我小時候已經知道 人體採繪是甚麼 但我反而覺得那件事很漂亮 每個人的身體形狀都不同 我不完美以外 其實你也完美的 我呀 那個背部起碼有這樣的形狀 也是的 也是的 你自己都覺得 我也是OK的 背部是OK的 我們很多人通常都是這樣下 或者是這樣下 做運動很辛苦 做運動做回來 為了採繪的環節 之前你做了一些事情 其實我自己是很容易胖的 減肥也容易瘦 起落是很大的女生 我想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吃幾碗飯都不會胖 因為跳舞跳得很激烈 但入了行做歌手 其實有很多事情 會靜態過以前的 譬如我寫blog 寫專欄 譬如我時常練高 你在家一坐得多 其實你慢慢開始 就發覺運動是必須 一輩子都不可以放下的 不歸路 是的 所以為了這輯相 其實都鍛煉一個好的身形 去接受這個挑戰 還有因為我自己 今次玩人體賽會 就想了一個構思 就是拿唇膏 對 當畫筆玩 還要畫得久一點 是的 因為原因 其實我自己 除了喜歡畫畫 也很喜歡有一個癖好 是儲存很多特別版的唇膏 你捨得的嗎 我不捨得的 是的 你知不知道全部玩完之後 那些唇膏是斷了半個頭的 是的 然後 因為邀請了一個畫家 跟我畫 那個芭蕾鐵頭 在背面 其實那一晚開始畫的時候 畫家都問我 你是不是有心理準備 它們會死的 那些唇膏 然後我 迫著 讓我先拍照 因為那些唇膏 真的很辛苦 儲存回來的 但我知道其實 都是為了那件事 漂亮的時候 我就說 好吧 豁出去 用 所以這次的犧牲 除了你之外 就是你的珍藏 其實整件事 我先不要說畫面 畫面已經是完美的了 我們先說一首歌 這次你請了一位圈外的朋友 跟你一起寫歌 你知道 入行七年 很想表達真正的WINKY 為什麼要是那位圈外的朋友 莫非他和你的交情 深過你圈內的所有人 都是的 他比較了解我的 為什麼 他是怎樣認識的 其實他是入行 就是慢慢朋友 搭朋友 開始認識的好朋友 因為其實 怎麼說呢 身邊很多音樂人 例如我出道 遇過的很多監製 當然他們很厲害 其實你找他們做 一定是放心給他們做的 是不用煩的 為什麼我要自己 要這麼執著 今次和公司爭取 一定要自己 有份參與幕後 原因就是我想試一件事 其實我們有時候 在無意之中 和朋友 可能在咖啡店 天馬行空想一想 會不會成功呢 會不會可能 可以試一下 可能有些火花呢 我就覺得 其實平時 在我的朋友圈裏 都有他們不同的崗位 比如有些寫歌 有些拍MV 有些可能是給一些想法 不如試一下 瘋狂點玩一個project 專門夾朋友去做一件事 其實很好 因為這段時間 我訪問的香港歌手 都會有主見 每個人都是自己 要爭取一些屬於自己的事 會不會今次 Winky心裡想 我入行七年 今次去得很盡 還是 Sorry 今次剛剛起步 真正的Winky 陸續有來 是 後者 後者 陸續有來 你知道粉絲要求很高 今次就交了背脊出來 下次怎麼辦 怎麼辦 我經常想下次再選 下次 可能 除了在 因為今次做人體彩 又配合新歌 是說 我們的性格和身體不完美 都可以有自信 做一個有自信的人 所以連繫到歌曲才去做 這件事 其實希望陸續有來 是希望 可以多帶一些新的concept 在歌上 因為我覺得 人的concept是最值錢的 那件事應該沒有boundaries 無窮無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直留意 全新的Winky 不要緊 我們過了兩天再談多些事 好